精彩表现,作为郑武阳光出来的艺人,可谓是一手捧红,当时还是老师刘天池,帮其介绍给郑武阳光的,郑武阳光在制作了那么多的好电视剧之后,去年郑武阳光决定解散艺人方面的业务,全新制作电视剧,王凯自己成立工作室,其他艺人也在有所打算,而乔新之前赚的是先约到嘉行,成为杨幂旗下艺人,还和该公司艺人张云龙拍摄 趁我们还年轻,饰演女主角便利天女还林子渝,而乔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并没有签约给杨幂,网上爆出乔新与杨天真一行工作人员的合影,做起第二个,就是陆寒经纪人杨天真,原名杨思维,曾是范冰冰宣传总监,陆寒和乔新之前还一同参加过节目,这下成为一个公司艺人,想必会有更多的合作,该公司的艺人还有朱亚文,马依丽, 宋家,陈属,赵又廷等一人,签约到该公司对乔新今后的发展,想必也会很棒,小编觉得这个女生好幸运,毕业之后直接被老师刘天池,介绍给郑武阳光,之后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